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战胜多重选,顶标在眼前 好,延续刚刚上面两步,我们讲了1,2,3,4的选项 那第五个选项是最麻烦的 所以这个过程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又单独的来讲解它 所以呢,我们把画面清空之后,我们来发现我要算这个切线斜率 切线斜率怎么算呢 我们首先,先假设,切线斜率呢 切线斜率是这个M 好,切线斜率是M 好,既然如此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切线方程是 好,切线方程是L呢,我们可以这么写 Y-1等于M倍的S-4 因为通过P点嘛,通过P点 好,所以呢,我们把它展开来 整理一下,会得到 把它整理成AS加BY加C等于0的这样的状况 好,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Q点到L的距离就是半径 Q点到L的距离,最短距离就是半径,那就是3 那我们透过这个什么,透过距离公式呢 我们知道把这个,把这个圆心5-2带到方程式里面 带到切线方程式里面 那结果就会等于5M加2加1-4M 那再除以它的什么呢 法向量的长度,也就是 根号M平方加-1的平方 那就要等于半径 好,这个公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拿来用,对不对 OK,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好,我们复习一下好了 那公式是什么 公式就是说,如果你的P点是S0的话 然后跟Y0,对不对 那方程式是AS加BY加C等于0 那它的距离公式就会是 A把S0Y0带进去 AS0加BY0再加C的绝对值 然后再除以多少呢 根号A的平方再加B的平方 好,距离公式,对不对 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是绝对值M加3 除以根号M平方加1等于3 好,接下来我们把两边平方交叉相乘 再把它展开来 好,再整理一下 好,整理一下 会得到8M平方减6M等于0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4M平方减3M等于0除以2嘛 所以M提出来4M减3 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切线 斜律会是0跟多少 4分之3 所以加在一起就会是多少 4分之3 所以第五个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怎么样 是错的 好,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1和4 好,以上是直线语言的这一个多重选 请大家多加练习 如果有不懂的话呢 还一定要再回过头来 再来多看几次哦 感谢观看